这个世间人讲爱 佛法虽然不讲爱 比爱还要真还要切 真爱 但是不用这个名词 用什么慈悲 慈悲是永恒不变的爱心 世间的爱是虚情假意 它会变的 今天爱你明天不爱你了 它是无常的 慈悲这个爱是真常 它是真的爱你 永恒的爱你 你就是变了心 甚至于侮辱他陷害他 他还是爱你 那叫做慈悲 为什么它从自信流出来 自信不会改变的 自信是永恒的 人现在这种七情无欲 爱是七情之一 阿赖耶里都变出来 阿赖耶是无常的 是靠不住的 我们学佛 佛菩萨祖师大德 常常就告诉我们 人如波罗蜜 怎么修法呢 人家喜欢你爱你 你可别担心 会变 人家侮辱你 陷害你 你也别担心 会变 我的念头会变成好念头 好的念头会变成坏念头 无常阿 所以统统不要认真 用平常心对待 那就好了 平常心 平等心 长远心 不改变的这个心 对待一切人死物 这是佛弟子